今天要用水泡水 這道菜 為什麼要準備這些? 為什麼要準備這些? 水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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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水泡水 然後水泡水 水泡水 然後用水,然後用很多木材,用來用的木材,或是用來用的木材,用來用作用的作用, 用來用來吸收,就很快要做的。 為什麼要準備這些器材 是因為我們要把 我們要洗好米 把米洗乾淨 去除它表面的一些雜質 那我們你的水是先把水放進來 放在這裡大概打到八根奶為止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米放在上面洗 但是洗的步驟很重要 你必須要這樣子輕輕的這樣轉五次 就可以OK啦 你不能超過五次 你不能超過五次 會把米的澱粉洗掉 日本の場合は 國際大会では 一方米コンクールでは これを混ぜながら 5回混ぜながら 水を切る この作業を5回やります 5回教えた それだったらあとは 水を切る 水を切るという作業があります これを約3分ぐらいだったら ほとんど切れてしまいます 水を一旦切ってしまうという 基本的な作業があります 水を切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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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甩它的話會變成說 米跟米碰撞 你等一下就會有歸裂出來了 那我們這樣放置三分鐘就好了 但是也不可以放置過久喔 因為米乾燥了之後 米它一乾燥就會開始歸裂了 那一點要煮出來的米就不好吃了